我们现在来装梦定的学习桌 先把包装打开 这一件学习 桌子盖上再这样桌面 桌面放在桌腿上 螺丝的话我们装桌腿的螺丝 我们是用M16的螺丝 螺丝带上 螺丝带上再将螺丝拧解 桌腿装好之后我们再将六角杆 六角杆再装上 两侧的桌柄也装上 桌柄装好之后我们再将后面桌子后面的线槽 装饰盖套上 装饰盖装上之后我们再拿 后弹板 后弹板 这个后打板的话 我们一般这个后打板有宽的跟窄的 我们宽的朝下 窄的朝下 我们把手放下 我们这个组织的方法 把手放在一起 放入鞋子 螺絲裝好之後,再將 裝是扣扣上 桌子裝好之後,再將 桌子翻過來 水機面一般都放在電袍內 打米條再抽屜 桌子裝好,我們再將 書架打開 讓書架,我們得將書架測的方 再將塵盤取出 書架,我們承板可上下兩層 可調色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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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侧板刚好之后我们再装背板 一个厚的小镌卡 一个转沙面 一个小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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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镌卡 就好 固定书架的螺丝在右侧右下角一个 在中间的侧板下车 固定好之后即可 桌子装好之后 我们再调试桌面的倾斜功能和升降功能 我们升降功能的话可以手底也可以装上手摇板 套上我们的手摇板 进行升降 手摇板两侧均可插落 还有我们一个挂书架的书架挂钩可装在主侧也可以装在右侧左右两侧都可以装 还有两个收纳盒 还有两个收纳盒 是装在收纳盒 是装在收纳盒 最后我们在这里有个小闹钟 装上电池 之后便可调试 是装上电池 是装上电池 是装上电池